欢迎回来,我是啾啾 本周我加以尔大球星要延续上周话题 为您带来太平洋高尔夫联盟创办人杜夏的个人专题 现年69岁的杜夏,靠着零售业致富 是目前中国的前150大富豪 身价粗估最少达到185亿人民币 而热爱小白球的他 因为对一卡一球场的传统汇集制度感到愤怒 因而创办太平洋联盟 要颠覆既有的商业模式 让球友一卡打骗全球 更多度下的故事及太平洋联盟的介绍 时间交给主持人长寻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礼拜的我加有大球星 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太平洋高尔夫联盟的创办人 杜夏先生他的个人专题 来自中国北新的杜夏现年69岁 原本他是天津南开大学里头的一位知名的经济学者 不过就在有一趟他出差到香港 他竟然发现他付不起一顿下午茶的钱 让他下定决心改行从商 他凭他精准的投资眼光 他经营百货零售等等的事业 让他获得巨大的财富 他目前是中国的前150大富豪 同时他的身价粗估是来到了185亿人民币 而热爱小白球的他 因为对于现存已久的一卡一球场 这传统汇集体制感到非常的愤怒 没错 他用愤怒来使用对这种旧制度的不满 所以他决定投身高尔夫产业 决定要当高尔夫产业里面的一位变革者 他在2009年的时候 他成立了太平洋高尔夫联盟 主打了旧世汉一卡一球场 完全大相径庭 完全南辕北辙的一卡打遍全球 简单来讲 只要你是我太平洋高尔夫联盟里头的会员 全球500多座球场当中任你打不说 甚至你打一场18栋球 只要花你60块的美金 而这种前所未见的新思维新概念 当初是从而来呢 我们来听听看杜夏赌说 首先我点说我是一个很疯狂的高尔夫的球迷 在上个世纪末的开始 我就以在世界上打很多很多的好球场为自己的一个目标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很多我的朋友都希望跟我一起去打这个球场 这就是我产生的一种愿望 就是希望能够提供一种帮助 让不太方便 比如说语言不行啊 或者在国外不熟悉这些球场 甚至于很多私人球场进不去 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种机会 能够打很多很多世界级的好球场 尤其是那些私人球场 等我退休以后呢 08年以后 准备了两年 现在10年我们就开始去招手实施做这件事情 从一点点发展起来 现在已经有517个联盟球场 其实就目前啊 世界上所有高尔夫球场的一个经营方式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 大体上把它划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呢就是公众球场 第二类呢就是私人球场啦 那么公众球场顾名思义啊 就是球友你只要付钱 大致上就可以进去打 没有太多的限制 不过私人球场可就不太一样了哦 首先球友啊 如果你想要在私人球场里面打球的话 你不但要先付一笔昂贵的会费 成为会员 接着每年都还要上缴昂贵的年费啊 去确保你的会籍 跟确保你可以在这边打球的权利 不只是这个样子哦 每年你在球场里面 还有很多饮食上昂贵的低销 等着你去买单啊 总之呢就是一年下来 大致上啊 非常有可能会让你付钱 付到手软的一个金额数字啦 那更别提呢 有些是你再有钱 你再有名 你都不一定可以进去的一个球场 哎不过我想这就是啊 太平洋高尔夫联盟 他们最具竞争力 而且最有优势的一个地方 我们来听听看杜夏怎么说 大家知道 在目前上百年的高尔夫历史上 私人球场都是只对自己的俱乐部的会员开放 不仅是世界美国欧洲 包括台湾也是这样 那么日本也是这样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机会 让所有的高尔夫球迷去打那些 世界上最好的私人球场 而太平联盟做到了一点 现在我们517个球场里边 有291个是私人球场 这恐怕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竞争优势 是 第二个呢就是就像你刚才所说的 我们每一个会员去打任何的球场 都是60美金 这是一个非常便宜的价钱 我举个例子 像新加坡的Lagona National 它要打一场球要500到600美金 而太平洋联盟的会员去打只要60美金 这就是肯定是它的竞争优势 有好的产品内容 也有好的行销包装 这一点在商场上打滚多年的度下 早就想到了 所以它打出了一招叫做名人牌 这让太平洋高尔夫联盟 从2009年成立到现在 他们陆陆续续请来了许多 球界里面知名的球王球后级的人物 像是2013年时候 他们就请来了永远的高球天后 Anneka Sorenstein 担任他们的品牌形象大使 那究竟太平洋高尔夫联盟成立到现在 还有哪些人是他们的活招牌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统 其实太平洋联盟的形象大使 还有很多像Anneka一样的天王际的人物 比如说我们今天秋天 就有可能让我们另外一个签约的形象大使 就是Anne else 也会我们也会带他来台湾 Anne else现在仍然是现役 我们在已经打Senior的球员里面 比如说我们还有另外一些天王 也是太平洋联盟签约的 比如说像Macro Muir 他拿过两个大满冠 像Nick Price 他拿过五个大满冠 这都是天王际的人物 再还有我们以前的形象代言人 Greg Norman 大白沙 所以这是太平洋联盟的一个传统 我们不仅有Anneka 我们还有其他的这些位 天王际的高尔夫选手 我们觉得这是拉近我们跟高尔夫球迷 之间的很重要的一个桥梁 听起来还蛮有道理的 那究竟杜夏新人 他对目前太平洋高尔夫联盟的 会集人数是满意还是不满意 以及他对接下来太平洋高尔夫联盟的 会集人数 他预期将会达到什么样的规模呢 来听听他的说法 用美群赛的主席 Commissioner Tim Vincent先生 他看到了这个事业上一个巨大的奇迹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联盟 并且在短短三年当中 我们的会员卡销售 仅仅在中国大陆一个国家一个地方 我们就卖了5500多张 而且22800美金也不算便宜 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令人匪备所思的一个结果 我们相信到今年年底太平洋联盟的国际会员卡 在不到4年的时间之内我们有可能接近 我说的是接近8000张 这是有可能接近8000个会员 哇哦 看来杜夏先生他不只对目前的汇集数字是感到满意 甚至他对未来可也是充满雄心壮志的哦 那么在下个礼拜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要继续请杜夏先生来聊一聊 究竟一卡打骗全球的服务 他目前市面上已经存在 已经有的高尔夫球旅游的行程 有什么差异跟不同 以及他为什么选择台湾啊 作为他分公司的一站 我家有大球星 我是宜长勋 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了哦 拜拜 先这个广告休息一下 等等回来我们要带大家 来认识WGC第三站 普林思通邀请赛 看看世界高手聚集在伙食球场的精彩表现 千万不要走开